欢迎大家收看议会内外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是同志的问题 那为什么爆炸性呢 因为在社会上面 有些人就很严重的 讲起来 在上个月就有些同志 就来立法会的申诉部 就跟议员讲 就说希望我们叫当局 是快点立法 就是禁止对不同性 倾向人士的歧视 那这帮同志就叫做还我本息 那今晚我很高兴 就请到两位还我本息的朋友 就来跟大家谈一下 就有韦韦和Jimmy 那欢迎你们 那说一下为什么叫还我本息 先说一下怎么作出这个名字 谁在想的 刚才我在这里 其实还我本息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团体 其实是一个联席 里面有女同盟会 香港彩虹 有男性性工作者的团体 有五夜男等等 十几个团体 也有个人人士参加 我们开会的时候 其实本身是跟进一些性权的案件 然后就开始组成的时候 我们对于联席有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们公开的就是用这个 还我本息的名字 他突然间说还我本息 因为 其实我是一个同志 我要喜欢男生 我要喜欢女生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喜好 这是一个本息 但是在社会上 他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扮一个殖人的时候 就好像失了真我 所以因此 就叫自己还我本息 另外我们会觉得 我们觉得 识字真是好 我们真是好识 不是很喜欢识 是的 我们很喜欢识 也叫做本息 其实就是 我入立法会了很久了 我1991年进去 现在是09年 当时我记得 1992或者什么 那时候我们谈同志问题 没有人肯来的 还有呢 有一次就找到一个来 就是外籍人来的 那他说到 就说我来都可以 不过你要闭门会议 那才说的 那现在呢 又还我本息 又来到了 你很多同志来到立法会开会 就是你们都很年轻 我就由1991看到现在 就是你们自己看回这十几年 是不是觉得真的都 就是有时候会形容同志 就是说躲在那三櫃里面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都在那三櫃走出来 还是其实呢 仍然还有很多人 是躲在那三櫃里面的呢 葳葳你先说一下 我小小就看你的立法会了 当然 不要说到我这么老了 是啊 那时候就真的会觉得 在三櫃也好 在这櫃也好 很重要 但现在应该会好很多 譬如我们 现在 我都不小了 我都30岁了 我们再小一点 那些更小 知道没有你多少岁呢 我今年21 过了6月就22 但是是不是知道 很多人都还是不敢 告诉别人的呢 其实现在 有分开两大门派 其实在同志里面 有些好像我那样 就病态地 喜欢告诉别人 我是同志的 病态 是的 我们叫病态 因为其实你如果 能够告诉别人 你会发觉 令到你自己真的很真 你会很喜欢这种感觉 你就会不断地告诉别人 我是一个同志 但是反应是怎样的 有些人会接受 有些人会不接受 有些人就当我没事 那就有不同的 是的 有另一班人 其实可能他家里 就比较礼教心弦 就怕 如果我说了给这个人 这个人又刚刚是 认识我家人的 被家人知道 就大件事了 有些人就因为这些原因 很害怕被家人知道 或者他的工作 可能他的工作比较敏感一点 可能是做教师 做社工 他是绝对不敢走出衣柜半步 是的 我看到报纸 有些新闻 无论本地 或者有些外国的报 其实很多同志 对到 当然有其事 但是很多同事 同志对到的最大问题 就是家人 是家人的关系最难过 我们也有个义工 有个小朋友的义工 他就跟我们出去 跟那些妇女团体 做分享 就是说给那些妇女团体 女同志是怎样的 怎料他去到 那妇女团体 真的见到 他妇女的亲戚 那又怎样 他当时很害怕 他说完 他才见到 原来亲戚 是其中一个座上 听这件事的事情 但后来 怎料出来的结果 又不是那么差 那个亲戚 因为 她的妇女团体 邀请了我们去 当然是 认识了我们 女同盟的人 他就猛地问 亲戚 猛地问 那个绞手 就是同志 那些绞手 我说 我个小侄女 是什么的 我问了很久 最初我们的同事 都很害怕 就是说死了 害了她 但也不是 他说 那么久 都想了解她多些 知道她没有什么 就很放心 怎么知道 反而帮她出轨 反而就好了 是 所以 但是我相信 有些真的不敢 是 其实那些很惨 是 他好像有个 两面人 是 其实现在的社会 我觉得有些事情 是好了 香港創侯 这十年里面 都有辅导热线 里面其实有 有家长代码 其实可能 比较早年期 即是十年前 七八年前 家长可能就说 喂 我儿子可能是假的 有没有办法 是搞直她 因为我女儿可能是Less 没有办法 将她变回喜欢男人 但是这几年里面 立法会里面 有议员跟我们 是讲同志的议题 有一些有良心的一些传媒 他愿意去讲 这个同志的议题 令到很多人知道 对同志了解多了 就有一个新的看法 其实这几年里面 我们收到一些电话 有时候家长不再是说 我儿子可不可以 喜欢女孩的 而他反而会问 其实同志这个圈子 是怎样的 多了是关心的 其实家长这方面 近期有一部分是好了 但是当然 有一些很保守的家长 亦然存在 而且这些遗数也不少 你们上来立法会 是你们真的很紧张 要快点立法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其实你们自己 在你们自己的圈子 或者你在社会 你都明白到 是有很大的争议 是吗 是 很大的争议 不要说性倾向歧视法 譬如家暴条例 争议性都很大 包括同性伴侣在里面 之前上次 有一次立法会 在门口外面 某天有很多反对同性伴侣的人 在那里集会 他们有时 都说些说话 我们都觉得很歧视性 他们会 真的很难听 在电视上能不能播出的 都能播出的 你最记得是哪些 最记得就是 男人不可以做媳妇 是的 不要男人做媳妇 不要男人做妈妈 但同志根本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他们做了一些行为 我们觉得很痛心 因为我们有一群 借的朋友 都是很支持我们 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去到很温和 打算拍一些单张 给那群示威人士 想他们了解多些 接着他的单张 被那群示威人士 抢了 撕破了 丢了垃圾桶 然后还骂那个人 派出一些东西 指着他来骂 那些是什么人 示威那些 那些是什么人 那些示威那些 其实是一些宗教团体 他不断去叫一些人 你会看到里面 其实有为数不少的人 是一些长者 可能是见到他白了头发 有一群是长者 那些是一些宗教团体的动员 但里面有些可能是三四十岁 可能更加激烈的 就是真的 只是抢他手上的单张 是的 他的单张很简单 就是说 神里面 也有说到包容 慈爱这一点 就是要接纳同志 其实这些单张 其实很温和 就被他们 只是抢了他 撕破了他 丢了他 还有你们觉得 传媒也是歧视你们 是不是 传媒其实就 现在好了很多 其实传媒 以前 我年之内一点 就真的一有那些 疑似是同志自杀 那些新闻 就写到 假男假女 假奉虚黄 但现在就少了这些 那我们这一节到这里 稍后再和大家聊 再见